家伙们我今天上午去赶大鸡去了 去上农村摆个摊摊 去收一些农村的那个老物件 老物件都没收着 收这个农村家用的农用的机器 再给家伙们看看啊 来 给家伙们看看这个啥 就这个电锯 这买新的也得打圈是不是 它杠荒是好使的 等会咱去拽个馅试一下能不能用 在大街上那个大娘说 我看到我的视频 我说阿姨还是粉丝看到我了 他说你上海亚去看看 有几件东西 我说好 上海亚去的那个古董 大家老爷不想卖 不想卖 他说我把我这几个东西卖给你们 我说好 你看一个电锯 还有一个 这个叫啥 家伙们有没有认识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粉粮的机器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八包美用的 有没有见过的 农村一般都认识 你城市里一般没见过的东西 我把那个线给拽过来 咱试一下看能不赚钱 把这个线拽过去 咱试一下看能不能用 这个不用三项垫 这个能不能带起来 查一下垫试试 转不赚钱 这个锯片稳的 五五钻 这个是好使的 家伙们看顶多钱 评论区说一下 咱再试试这个粉粮的机器 能不能好用啊 这要是多好用的话 能捡个漏是不是 家伙们 这个盖子一下 刚才我也通电这块 就是 嘴一下 没有动静 它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个开关啊 这个 没有开关吧 这个没有动静 这个没有开关吗 这个 这个我估计这个电容是有毛病 我刚才插电的时候 我听见里头就是咔嚓一下 是不是这电容坏了 等明天买个电容换上 看能不能通电 那个反正面有多大的毛病 热了是吧 阿豹米这个机器要是好用的话 留着自己使唤 留着自己用 没有带要是好用的话 要是长时间 它又转圈 它又响 它那面有动静 这好使 这个转 这好使 这回减着漏了 阿豹米不用买的 这买这么一个 这个好几百是不是 所以说赶大吉 没有收到那个 老物件 收这些东西 还是挺好的 是不是 也是收减着漏了 这个这个转圈 就是缺个那个 缺个带 这好使也钻 家伙们是不是减着打漏了 这个也好用 家伙们 容金是不是今天又减着打漏了 所以说没有收到那个好物件 收这些东西 也是挺好的是吧 大家都可以用 累了咱去收获 喜欢容易 点点观众 点点红琴 走收获